Hello 大家好 今次莎姐會講四級 即是韓國那些什麼十九禁 但不用擔心 莎姐這個頻道很健康 所以大家當作生日常識 健康去看一看就OK 昨天我很喜歡看一個YouTuber DanQ 他專門講KPOP 韓國偶像 韓國樂壇的YouTuber 我很喜歡看他 他之前也有講過兩則新聞 即是說韓國關注的東西 昨天那一輯令到我覺得 其實香港內地 那些小黃洋經常說香港不自由不民主 內地很封建什麼什麼 但原來撇除我們的死對家美國之外 即我們不要說我們經常針對美國 原來我們在另外一些世界都看不到一些 很不民主 很恐怖的東西 因為我們沒有去播 我們沒有去看 所以就看到別人美好的一面 我覺得所有國家也好 地區也好 有好有不好的 問題是你們大家自己有沒有決心去 將這個城市 將這個國家變得更好 其實大家都知道南韓 現在叫韓國 其實是比中國更加早開放的 因為不是叫開放的 是被開放 因為大家知道有美軍 現在大家以為韓國是一個很自由 民主 其實很多黑暗面是大家看不到的 因為大家看到它亮麗的背面 但是越亮麗的東西 背後可能是越黑暗 昨天DankQ就說了一件事 就說韓國的某個部門 衛生局還是類似的部門 就出了一個孕婦的指引 就是大家聽到這個孕婦的指引 大家會想到什麼呢 那莎姐第一時間就想 是不是叫那些孕婦 懷孕的時候要注意什麼 要避免吃什麼 我們這些人是很正路的 就算你不是香港的人 你在內地人聽到這句話 你都會想著 是不是醫務衛生署 他在國內的醫管局出這個指引 是不是教人怎樣懷孕期 要注意什麼 什麼時候要檢查什麼 什麼時候幾個禮拜要檢查什麼 那些是正常的 誰知道不是 你怎麼每天聽一句 就一句粗口 心裡面一句粗口 媽媽叉叉 原則上就是說 他說到 冷靜一點 他說 他是說 如果你入醫院 生兒子的時候入醫院 那你就應該準備 兩三天的飯菜 放在雪櫃給你老公 而在這段時間 你還要煮了三四個小食 放在雪櫃 等他們有得吃 等你的飯 真的 很可憐 因為之前有些朋友有懷孕 如果你去醫院 順產的話 你三天就可以出得遠 你三天就可以出得遠 懷孕 如果順產就三天出得遠 但如果你開刀拿B 你就一個月才能 一個星期才能出得遠 所以 你就算我給他真的開刀拿 你也是一個星期而已 你老公是廢的 叫外賣 到街上吃 為什麼要孕婦臨生之前 入醫院之前 幫你準備買東西吃 然後還瘋 就說 你要準備好三副鞋襪 擺好幾天的三副鞋襪 擺好給家人 就是給老公 放在衣櫃上給老公 給小朋友 讓他們可以有得著 我真的以為她的老公是倒楣的 還是她的老公是殘疾人士 但這個不是說 只是針對殘疾人士的老公 就是老公是殘疾人士的孕婦 是針對全韓國的孕婦 他們都說的 這個是首爾的 還要是首爾的當局出的 你要想一想 首爾是一個這麼先進的地方 基本上你不是鄉下 你鄉下就說 可能沒有辦法可以外賣 沒有辦法可以什麼 所以要主定 但你現在是首爾 你到街上吃也可以 還有一些更恐怖的報導 如果你懷疑人 你還要滿足你老公的性慾 你還要滿足你老公的性慾 然後就說 你用什麼方法去滿足你老公的性慾 我真的 說得出口才好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就推崇日本那隻 老婆懷孕 塞點錢給老公叫雞 我不明白 你韓國出生率已經是負增長的時候 你應該是更加鼓勵別人去懷孕 而是給更多福利去懷孕的婦女身上 而不是增加更多的困難 我覺得如果你想一些女子去懷孕的話 去生嬰兒的話 那你是不是應該提供一些 可能陪月啊 坐月啊 那些幫她忙呢 讓她減輕工作量 不是 首先僱老公先 然後才僱自己生兒子 這些什麼民主啊 這些什麼自由啊 這些根本是歧視啊 喂 這些是 我不知道啦 我出生的年代就已經沒有這家東西了 我出生的年代 70年代就已經沒有這些東西了 這些東西是不是我老婆的年代 我媽媽都好像沒有了 就是我老婆的年代 這些什麼東西 然後被人插爆 當然被一些韓國 韓國那些 網民也好 居民也好 插爆 就是 大家都知道 喂 你老公很瘋的 下去吃吧 為什麼一個懷孕婦人還要做這麼多事情 她懷孕已經很辛苦了 然後還說 還說了很多東西 就是跟著政府說了很多東西 就說 因為 我們韓國是一個大男人主義的國家 好東西說得出 說得出口 好東西 她臉皮真的有這麼多 還有她說 華孕婦人 其實做這些事情 是可以幫助她運動量 又不用她什麼什麼 就是說 如果華孕婦人 不能夠做大規模的運動 這些就可以幫她做一些運動 有些瑜伽或者有些運動是專門給孕婦去做的 就讓你可以方便 那個B出來的時候 就是幫你鬆回那些盆骨的 讓你B出來的時候你沒那麼辛苦 所以我覺得大家是不是 很多時候看韓國就看 其實她們的黑暗 其實比我們內地更壞 我們內地都沒有這樣的 還有你知不知道怎樣 全之然 什麼 《來自聲聲的利》 全之然 她是不是嫁了進洪門 但你知不知道她 其實 她們當然不覺得什麼 但在我們角度來說 女神嫁了她 都是做阿四的 她都是說 她每天要六點多鐘 當然是要化妝 起身煮飯給她整家人 不是沒有錢 她家裡很有錢 男家很有錢 她之前也很有錢 但都要這樣做 煮完整家人的飯 然後她做了所有家裡的事 才可以做她自己的事 而她拍戲 等等 Kiss 都要問准她老公批准 一些Kiss戲都要問准她老公批准 當然莎姐 我整天都覺得 是不是所有戲都要Kiss 我自己就不太喜歡這件事 但我覺得 如果你要拍接吻戲 你不是要問准你老公批准 是你告訴你老公知道 大家拿個共識 而不是要等你老公批准你 才可以拍這些戲 你看到嗎 當你一嫁了人的時候 你不是變成互相尊重 你是立刻變成一個阿四 你立刻沒有了自我 縱然莎姐都是小女人 但我也覺得 男人在外面做大事 我當然要給他面子 這個事實 但這些都是基於互相尊重 互相比面 當然 所以莎姐不是這麼結婚就是這個意思 因為莎姐任性 因為莎姐很任性 換面功夫是會做足的 你放心 但莎姐某程度上都很任性 但是 如果好像他們這樣結婚之後 要做狗 要做狗 我就不會了 我自己覺得 所以我覺得 看回 其實我們國家真的不差 可能你會覺得 南韓很先進 什麼什麼 是你自己先入為主 你想想 其實南韓是起步了的 我們國家 所以你先入為主 覺得南韓的東西好 那天消費者委員會 都公佈了這件事 他就說國產的熱水爐 好像是國產的熱水爐 比日本出的熱水爐更好 是消費者委員會 熱得快又安全 你想想 其實我們國家很多東西都追上去 不過 你經常沉醉在以前 他們幾先進 我們還沒追上去幾先進 所以你就會覺得很好 但是你看回真點 他現在一直都沒有什麼再進增長 Samsung推出的東西 一直都沒有增長 沒有什麼突破 而我們華為手機也好 小米手機也好 突破的東西越來越多 鏡頭越來越漂亮 而價錢是他們的三分之一 有時候如果你說我純粹要用價錢去買那個字號 那傻姐不阻止你 但是傻姐只是一個很著重內涵的東西 總之這個價錢買到這個東西 我就覺得值得 所以我覺得大家應該多看這個世界 其實很多東西都不是我們想像中那麼良麗 正如慰安婦 其實你不要以為我們 我入軍侵華的時候 拿了我們很多中國婦女去做慰安婦 也都 真的應該要痛恨她 但是我自己覺得 就算我們痛恨日本人 都應該痛恨男人 女人基本上我們不應該痛恨 因為 其實不要說只是我們 被那些日軍拿來做慰安婦 即使是日本 那些女子 都被他們的軍人騙了她做慰安婦 這個事實 日本有一套電影 是說了一個很悲慘的故事 有兩套的 一套是說她那條村 她整家人只有一個兒子 然後那個姐姐就被人騙了 她說如果 她肯去前線做醫護的 她的弟弟就可以免疫參兵 她的姐姐就為了保住這個 家裡的兒子去了 誰知道不是她做醫護 是她做軍雞 她後來很多年之後 她在軍隊裡遇到一個少年 就跟她上床 其實那時候的姐姐 不知道那個少年就是她弟弟 因為她姐姐在軍營裡 算是挺高級的軍技 就是長官的 我覺得她挺有趣 年輕人不少入賽 就挺有趣的陪她上床 後來就發覺 原來同鄉 後來就發覺 原來那個是她弟弟 她姐姐就覺得 我被人騙了 我被人騙了 她本來說 只要她去軍營做醫護的 她弟弟就可以免疫 不用當兵 結果她弟弟也是被人抓來當兵 於是她姐姐就發覺 自己和弟弟做了不倫的事 於是自殺了 而她弟弟知道這件事之後 就抱著炸彈 抱著姐姐屍體 炸死了那個軍長 軍營某些人 這是第一個日本的電影 另外一個故事就是 有幾個少女 在日本 她們為了逃避戰役 所以有些人就離開 有一個是家族富裕 她們說 又是騙她們去日本 去做軍人做護士 就騙了她 另外一個是被人抓了 原來後來發覺 不是做護士 就是做軍技 而且是被下級的 總之她推你去一間房間 每天就是服侍 不知N那麼多的軍人 日本軍人 後來她們發覺 我不行了 我們要走 逃走過一次還是兩次 後來最終 就發覺二次大戰 輸了的時候 她們想把這群女子殺了 就說運走她 還是把她們殺了 結果 就逃走了一個 最後一個 但由於被人抓那個 就沒有身份 反而是去了醫護那裡 登記過那個人 那個有錢女才有身份 所以她就在日本解體之後 就是二次世界大戰 解放了之後 和平之後 就開始登記一些叫做救濟品的時候 她就用了那個有錢女 登記的身份去繼續活下去 她自己的身份就沒有了 這個也是看到 其實 打仗是一件很殘忍的事 而很多時候我們作為一個女性 在一些這樣的 無良國家的 支配之下 我們是沒有選擇 其實我們現在看回 我們香港作為一個女性 是可以有自己的事業 是可以自己做什麼都行 現在在國內 女性直接吃香 以前就算中國 多不人道都好 都很少做到這樣的情況 都很少做到這樣的情況 以前在中國 就算在 封建時代 王朝的時候 最多都是 妹仔 有錢的女 有錢的妇女 她依然是可以享受到一些生活的事 而不需要做阿四 現在韓國就是說 無論你有錢沒有錢 總之你嫁到那個家裡 你就要做阿四 那時候我曾經去過一間日本公司見供 那個死人頭 那個死人頭 見供的時候 我就發覺她的手好像不太安分 不是對我 她坐在對面 她就這樣搭著 旁邊就坐了她的女經理 然後她就跟我說 我們這裡是要 每個女同事都要負責針查遞水 蛤? 因為我那時候見到那個位置 都已經是民員 高級一點點的會計民員 然後她還頂 她還很頂人地說了一句 你不用介意的 我們這裡 甚至是女經理都要這樣做 我心想馬上 哇怎麼搞的 你做到女經理 你都要侵查給那個辦公司 如果辦公司是男生 你都要侵查給他 你神經病的 當然我心想 然後後來 好像有第二次 我也沒有要 我都不在意 這些事情 我覺得我頂不住 但是你說不是的 純粹是 比較低級的女同事都要做 都還好些 女經理都要做 你沒事吧 我更加佩服那個女經理 這麼屈辱的事情 你都肯做 你沒事吧 我不知道那個女經理是怎麼想的 所以我覺得 其實我們國家已經是文明很多 比起這樣的地方 某程度上文明很多 只是說我們國家人口太大 那些文明還沒這麼快 擴展到每一家每一戶 所以我覺得 還要給多些時間 而不是我們國家 不願意去發展 不願意去文明 不願意去進步 你要搞清楚 完全不是這回事 所以我覺得 比起我們國家 可能未必是 一步登天 可以去到香港的 所謂 他心目中標準的文明 但是 總比我們現在香港 將文明倒退 所以 國家雖然說 我們所謂的文化 或者我們想要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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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是好的文化 可能他未必一步登天 但是他都慢慢 或者起步 慢 進步也都比較慢 但是 起碼他沒有倒退到這個 但是我們香港就倒退到 什麼田地呢 那些口罩周圍丟 以前我們都會看到 有些人畫 畫東西 畫在巴士車廂 但是之後都很久沒見 現在又見回 什麼百什麼 什麼一的 全部見回 然後 不理3、7、21 總之他喜歡的 就是周圍噴漆 這個是幾年代的東西 我們現在根本就是 文化大倒退 那希望 現在開始 執取好教育 就 不要再倒退得這麼交關 那這次就講到這裡 也都 甚慶幸我們國家 現在一直 我覺得甚慶幸的是 我現在身處的 位置 現在的國家 是在上陽那裡 不論在文化 科學 經濟 都是在上陽的步伐裡面 所以我們其實現在是享受 我們這一代人 現在生活在香港 也好生活在內地也好 我們現在享受 現在國家帶來的富裕風雨 比起我阿婆的時候 我們幸福很多 那 我自己覺得 享受現在的幸福 就不要壓肢壓狀 因為我們比很多人 幸福很多 那這次就講到這裡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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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